又來到禮拜二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 剛剛過去這個星期日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就是第38屆電影金像獎的頒獎典禮 已經圓滿結束了 這個頒獎典禮的紅地毯簡直是非常精彩 實在太多美人美衣服 如果你想知道我對這屆金像獎的女藝人有什麼點評 以及你想知道我這次團隊究竟跟哪位大美女合作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第一個我想說的就是周瘦娜娜姐 我看到她的裙子我下巴立刻掉了地 因為她真的非常高貴 大家看到她的裙子是一條白色很清潔的一條裙子 但她的底部是去到肚臍 這麼難穿的一條裙子其實香港是很少女星 可以carry到這個感覺 整個感覺是很natural 很好看 非常貴氣 再加上一條boogery的鑽石鏡鏈 我覺得整個感覺是非常高貴 很搭配她 然後我想說的就是fish 鳥子魚 她穿了一條valentino的珠片裙 我覺得這個裙子非常適合她 很適合她的年紀 很適合一個新的感覺 因為平時紅地毯大部分都是拖地長裙 但她這個挑衣的感覺在紅地毯上是充滿驚喜的 接著就是衛英雄紅紅姐 走紅地毯的prada的look 我覺得這個look是很高貴 很搭配她的角色 很搭配她的身份的一條裙子 首先穿prada已經給了一種很classy的感覺 還有她這條裙子的neckline 令到她有一種很雄雄華貴的感覺 再加上一個boogery的手袋 整個classy的味道提升到頂點 我覺得很適合她 非常漂亮的 紅姐進到台的時候就換了一套ermano servino的SS19裙子 很漂亮的leather 有一點企圖 感覺到cutting boxy的上身 再加上一個fluffy的裙子 她的襯髮很好 因為她在一個這麼 plain黑色的look裡面 她配了一條很漂亮的boogery的項鍊 如果你上台領獎或頒獎的時候 其實你一crop就crop了一大半 其實你只看到上身而已 所以紅姐就很聰明地 把整個焦點就放在她上身這裡 除了有一種女人味的感覺 都不失她有女強人的身份的感覺 接下來就是KA姐安琪 她就穿了2019 Christopher Esper的 一個新的look 一個西裝 一個suit的look 重點就是在她背部 很漂亮很漂亮 因為很classy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look最大的賣點 就是她前面 你看正面的時候 就有一種少少 masculine的感覺 西裝 外套 西褲 但一看背面 就有一種女人的線條露出來的感覺 我覺得很高貴 很好看 接下來我想說的就是余香營 Jennefer Yula 她就穿了一條Valentino裙 她本身有一個白色的neckline 她就把一條頸鏈 有pendant的頸鏈放在上面 其實是跟那個neckline有少少狀的 如果我是她的話 可能我會選一條貼上 那個neckline的頸鏈 或者沒有pendant 貼一點的頸鏈 可能那個感覺會比較韜韜一點 一看的時候 會比較不知道 看那個focus在哪裡 如果是我會建議的話 我會建議穿這個裙子 就可能中間戒頭很貼 很clean 那已經有一種更貴氣的感覺可以出來了 雖然她今天這條裙子不是我的最愛 但我也想說一下她的妝 我覺得她的妝是很漂亮的 大家看到她的blush和highlight 都blended 非常滅滅的感覺 在她的皮膚上 我覺得是很精緻很適合的 很漂亮的感覺 接著是onebaker 原來onebaker和謝安琪做的同一個brand 就是ermano servino的同一個 都是SS19的collection 我覺得選擇這個顏色 簡直是非常大勇氣的 因為不是每個女生都會夠膽 穿這個橙色下紅地毯的 她真的保持得很好 很年輕的 如果我提議我會覺得她的頭應該 可能摘起她 綁個斑 也好 算也好 怎樣也好 露回這裡的肉 那你的氣勢會更加出來 接著要說的就是無順君 我覺得無順君是一個我很喜歡的偶像 我很喜歡看劍澤玫瑰 大家不要看過 我覺得現場看到她是很好 首先狀態很好 皮膚很好 整個狀態非常之高分 我覺得這套Georgia Armani的look 其實非常之搭配她 因為有一種很sophisticated的感覺 很classy 很高級的女人的感覺 很有智慧的女人 但我看她紅地毯的照片 跟真人看就沒有那麼漂亮 可能是因為站姿勢的問題 所以我星期日看到她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好漂亮 好有型 好有 整個狀態很好 所以每一個女星去到紅地毯 放在姿勢都是非常之不重要的 所以最好 出發的時候 在鏡頭裡練習一下才行 紅地毯是很有幫助的 接著我要說就是Angela Yuen 其實我剛剛今天就跟她拍完一個廣告 剛剛回到家我立刻拍這條片 趕著拍片給大家 Anyway Angela Yuen大家都知道 她跟Chanel的關係非常之密切 Not surprisingly Angela就在星期日的時候 就穿了Chanel 下紅地毯 一條豬片的裙子 Angela Carry這條裙子 雖然是Chanel的裙子 但有一種微微的日系的感覺 還有一些歐美的感覺 那個漂亮是不懂得怎麼形容 很新的 你還漂亮 即是你想不到誰像她 而且都很適合她的短頭髮的髮型 而且她配了一對Chanel的耳環 整個Total Look 很適合她去32個新人裏面 以一個新人的姿態出來 沒有特別過分的隆重 這樣就出席了 好啦 接著要說 就是我們公司Dress的兩個大美女了 Woohoo 第一個就是Janice Mann 文詠山 她在Red carpet上面 穿了S19 Oscar de la Renta的一條黃色 Tube Dress 這條裙子的其中一個秘密就是 其實我們在這條裙子裡面 加了兩個Pocket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條裙子 她穿了之後好像一個太陽一樣 那我和我的同事就想她有一種比較陽光 好像她走出來整個太陽的感覺 所以就想她比較陰一點 有Energy一點 所以就特意在這裡 腰位就開了兩個Pocket 等她在紅地毯擺姿勢的時候 可以插袋 就可以營造到一種 Street Fashion 和Gran的一個混合的感覺 還有就配了一對Giuseppe的高跟鞋 還有Boogery的一些鑽石的珠寶 給我感覺就非常Gran的漂亮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Sleek Back的一個中間分界的頭髮 還有一個很清潔的金色眼影妝 那我就不自己說了 自己說就好像有點... 你們自己看看吧 然後她進去頒獎的時候 就穿了一套聖羅康YSL 一套很漂亮很漂亮的衣服 其實這個衣服是很難借回來香港的 我們首先要多謝YSL 我們多謝YSL 首先這個衣服是我們本身穿紅地毯 但因為Janice對上兩年三年都是穿黑色 所以我們就想今年把黃色移在前面 下紅地毯 這套YSL就放在頒獎 你看到她帶了一個Tiffany&Co的珠寶 配襯這個Ribbon頸的細節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弧形的DV 我自己非常之喜歡 亦都覺得這個衣服是不得了 很適合她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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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說了 你們自己騰量一下吧 金像獎裡面 我們是第二年 拿到這個最佳衣著獎 第一年就是三年前 就和Angela Baby 拿到這個最佳衣著獎 那星期日是誰呢 就是我們 提名最佳女主角的賽出現 我首先想說 這條選這條裙 我想前前後是選了五十條裙 我也不知道不止 試了很多很多裙 看了很多很多照片 看了所有牌子 才選到這條 覺得perfect的 Italia Versace的裙 穿了之後都覺得 非常貴氣 而且這條裙 的embodyry 手工是很誇張 充滿了很多石 這些石是釘得很細緻 然後它有一種很透視的一個base 然後它裙子擺的那些花粉 全部都是人手釘出來 簡直是手工很好的一個裙 最開心的就是我們可以帶到 Asa的一種女人味 Asa不是只有幼氣的感覺 其實它也有濃厚的女人味 那這條裙可以幫它帶到這個裙子 漂亮不漂亮 你們自己說吧 但我自己就很開心 我覺得是一個很值得紀念的一天 那今天的紅地毯的點評系列 就到此為止 那也是第一次拍這類型的影片 不知道你們對這個影片的感覺是怎樣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大家記住記住 第一件事是做什麼 就是subscribe這個channel 還有開那個鈴鐺 還有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好啦我們下一條影片見啦 星期二快樂 拜拜 在下面留言